大家千萬不要吵架 那是我廢的 原來幾個月都沒有做這件事 不要碰我肩膀 那它真的有了 心感應徒 其實我小時候也領不到 功審完畢 功審完畢 大家好 我們是資障情侶 我是Cherry 聲明 我是Kyle 啟浩 今天又來到我們的 IG信箱同居共鳴的時間 已經是3.0了 對 但我幫你改一個新的 是 哎 資訊上 因為通常我們收到這些 Message 都是一些新的東西 感情不如意 都是這樣的狀態 我給它這個名字有98分 很久沒試過這麼高分 那我們之後是會把這個 哎 資訊上延續下去 那今天又來到我們的 同居共鳴主題 我們事不宜遲 開始吵架 有未去到吧 大家千萬不要吵架 好 第一條 天天都要想吃什麼 這個我一看就覺得要說這一條 這幾個月最煩惱就是這樣 不是 是成年 我們現在同居了一年多 不是 你應該這樣說 基本上頭半年是你有這個問題 但現在到開始 我都想不到吃什麼 因為我是不喜歡 重複吃同一類型的東西 不像以前回到家 媽媽就煮好了幾道菜 然後你回去就有飯吃了 那種不用選擇的感覺 但我發現原來不是一個都會有問題 就是我有些朋友 他一起住 他只要求其他一頓就可以了 還有很多經常吃公仔麵 有些人 公仔麵有點尷尬的位置 就是你吃一個又不夠 很適合做宵夜 你知道這個主人是什麼嗎 什麼 就是儀式感太重 儀式感很重 算不算是嗎 算的 真的嗎 正餐是不能這樣寫公仔麵 就覺得好像還沒吃東西 起碼有一個煮飯麵 一個菜 然後點點小食 好好豐富 我家這頓是正式的晚餐 難怪以前我媽媽整晚 你今晚想吃什麼 我想不到 原來真的會想不到 每天都想不到 我放在自己煮 其實每天只有一個煩惱 就是想吃什麼 都是一個很幸福的事 我也是 幸福的煩惱 所以大家再細心傾聽一下你的心 今天想吃 是呀 這個建議很快 晚上男朋友 只顧著看片打機 不跟我聊天 另一個變奏版就是 打機 括號Fever 打到凌晨4點多 嬌極都不會早點睡 眼圈跌到下巴 給你說了 這傢伙 他今天化妝 所以眼圈遮到少少 但他都出了名 是很大的黑眼圈 他以前也叫夜睡 一兩點睡 最頂隆三點 搬到今年 五點多 六點 天光前 四五點 五點多 有人DM說 男朋友打機最好 因為他天天在家 沒有 他人在你 心不在你 有什麼用 我都反映過給他聽 我說 你最近經常都 通常都在房間打機 又不跟我看電影 之前幾條片 說儀式感 或者是怎樣可以製造一個拍拖時機 至少一個星期看一部電影 然後我懶得 幾個月都沒有做這件事 然後我就發現 我們溝通少了很多 因為我們不一起同步睡覺 喂 怎麼了 什麼事 什麼事 她說 我沒有任何兄弟 其實我覺得你打機是OK的 但是令到大家的溝通少了 是一個少嚴重的問題 另外第二就是 你沒有一起睡 我不需要天天 但我覺得你會有意識地 有一兩天你都要早點睡 第三 其實我真的擔心他健康 然後他有一次發我脾氣 說 你不要煩我 你這些話說一次就行了 我會做的 好吧 那我看看什麼時候做 沒有 這樣做不是故意違背你說的話 只不過我覺得那時候我最舒服 最舒服 最舒服 I know that feeling I know that feeling I know that feeling 你都明白 因為真的你睡了覺 那個時刻 才是唯一一個同居之後 他自己一個人的 例如我自己打機 他戴了耳機 聽不到你說話 對 那我就不會 通常我戴耳機我戴一邊而已 因為以防他 看看這個女子 在哪裡見過 他分享的時候 我都會聽到 我都會給到反應 OK的這個有加分 是的 我們比較少一起一起睡 或者一起看電影 都有啦 一個星期一兩次 最近 不要碰我肩膀 那他真的有 OK 但大部份時間 都是想自己有自己的空間 我很簡單 我是覺得 早點睡 真的會令很多事情 你的身體機能 真的會有改善 其實早睡兩天 你就知道 你自己不會那麼頭痛 他經常腎累 我心想 那你不睡 不過我們都算是比較好 我覺得 有很多時間工作在一起 但有很多人 是真的晚上下班 才看到對方 重點 他睡又要睡得早 第二天又要上班 但都打到這麼晚 我覺得這個又是另一個 你們大家的共鳴 直接的做法就是 你尊重男朋友打遊戲 但偶爾 你都要告訴我 他要尊重你想聊天 想一起看電影 共處的時間 這樣才行 我覺得溝通問題 其實來來去去 就是自己衡量 你都辛苦的 我覺得 不辛苦 就不會早上跟我叫累 決定了 這條片 公審完畢 公審完畢 沒有了 同居洗費超大 有時候又要買他那份 很多家的東西要買 存不到錢 心感應通 這個 現在開始習慣了 其實 這個問題 是我和我的朋友 出來聊天 玩的時候 大家都會提到 真的存不到錢 這個沒有 買呀 又要 又要買呀 水電煤 管理費 柴響 全部都是一個定額的錢 每個月 很多時候 你給家用 你爸爸媽媽 真的會幫你買了 可能大家都是給幾千元 家用的時候 你媽媽買 是買超過幾千元的東西 你一個人買 就買自己的東西 但是兩個人買 現在是等於四 家裡一個人也是這樣用 五個人也是這樣用 但是現在你家裡 只有兩個人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我這個三千多元的東西 其實只有我們兩個方 我們每個人就要 一千多元出來 我們這個年齡層都輕上網賣 對 怎樣使得了呢 就是你買多了東西的時候 這傢伙一般 就馬上買五十包米粉 是四十八包 他有心想 我為什麼要吃米粉 不是 因為我經常都搞不清楚 他們的一包 是一包 有六包 還是一包 然後我就覺得 買七包不是很過分 你們有事 七五就三十 所以你要看他們的名字 五包裝 OK 很困難 很困難 最後我們就發現了一個APP 叫Shopbag 其實都是可以幫大家省錢 對 這很重要 它是一個玩現金媒陣的平台 其實它是一個APP裡面 有齊有很多不同的店 就是白街 Iherb Foodpanda 你說的種類都有 它的做法就是 在這些店裡收了一個商戶的用金 然後將一部份的錢 分給會員 就是買家 你做了會員之後 用它的APP去買這些東西 它就會回贈現金給你 所以變相你就可以省錢 它這個APP 其實在亞洲很多地區都有用 我們香港 韓國 台灣 馬來西亞等等 已經有3500萬個用戶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很可靠的APP 還有它的現金回贈 其實是沒有上限的 又不複雜的 操作 只要用它的APP 做了會員去買 其實已經是有這個現金回贈 其實我們真的最近才開始用Shopbag 這個APP 首先要下載它 還有申請會員 我多喜歡它 就是可以不進入那麼多麻煩 我進電話都申請到 現在很多都是這樣 是的 所以這個是大優點 很方便 還有如果大家做會員的時候 記得進入我們這個Code 就是Couple30 那就馬上有30元的現金回贈 而且它的介面其實蠻好用 這裡開始按 你看到全部商店 它就會列入所有它有合作的商品 在這裡 Fu Panda B票也有 iHerb 即是你買Supy文也有 你訂房 買衣服 Apple也有 我們家用八九成的東西 它都是有涵蓋到 譬如我想在iHerb買東西這樣 基本上我按iHerb這個按鈕 它就會自動幫我 提供到它的App 或者它的網頁 然後買完呢 它就會自動透過Sortback 現金回贈給你 我就不用按來 按去按來按去按回 我什麼時候知道回贈有多少 然後按帳 我一按就是我現金回贈這一欄 它就看到提領金碼是多少 為什麼有提領金碼 就是因為 其實你不是隨時可以 任何金碼都拿出來 它要滿50元才可以拿出來 但其實很快就會有 假如有之習慣了 有什麼買就開這個App 看看這裡有沒有買 錯啊錯啊其實都是不少的數目 你都是用信息卡給你錢的嘛 那你是可以賺到你信息卡那邊的回贈 而它這裡有它的優惠 所以其實你是有雙倍的回贈 那現在Sortback還有一個 Giveaway活動 大家只要去玩遊戲 就有機會贏到獎品 除了Giveaway之外 它接下來還有雙十一的快閃優惠 在它指定的店裡 譬如Foodpanda iHerb Talora這些店裡等等 很多的 在這裡買東西的話 當中有20%的現金回贈 至於詳細我們放在info box 大家可以幫它按一下 創埋創埋的錢 其實簡直是可以提取出來 去你們的銀行戶口 真的變回你們的真錢 去其他地方用 所以其實它真的幫你省一筆錢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個App 大家同居或者其實不同居也可以 你們自己省錢的時候 都可以用這個App 推介給你媽媽用 用很多次子 下下都是我補貨 大共鳴 這件事以前我拍愛同協的時候 已經說過 就是同事經常用剩一格不換 但大家都愛人 大家都自私 那就算了吧 在家也這樣 但這件事其實我小時候 打球已經有領不到的了 就是last touch的道理 誰要偷球呢 最後碰到球就偷球 那我看我的道理 誰要換紙巾呢 用最後一格 就要換紙巾 我有時都 confused 是否我剛才去廁所用剩那麼少呢 有時我看到還有四、五格 我又不需要扔掉它 那我就拿第一卷放在上面 方便你用完之後馬上換 你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有 因為我覺得免得懶得換 我拿出來提它換 自古以來 大家在家都是想不做事的 其實都是自律問題 其實都是 大家自己擺定了一格幾次 好心地試一兩次換了它 其實那個人就說不到你了 其實都沒有解決方法 你就換過了 解決方法就是 廁所經常換的 我不會放在櫃裡 我會放在廁所下面的櫃 這件事一方便了 你就比較沒有那麼介意去做 大家一起住不是為了跟你對立的 那你好時他就好 他心情好你也好 那你心情不好你就死定了 總之 我令他在廁所快點出來的方法就是 煮宵夜 他一看到我去廁所的時候 我煲水 他就說 有東西吃嗎 他就說是呀快點出來 我公仔麵很快就淋 他就說OK 然後十分鐘就出來了 我直接過了去廁所的步驟 直接洗澡 原來可以不去廁所的 之後再回去 之後再回去 5點睡到5點 OK 原 家裡成為很多共同朋友 聚會的聚腳點 簡直好像派對房間一樣 開頭是搬進來的時候 表示十分認同 我覺得在我們這個年紀的朋友 可能很多時候都未必找到一個地方 可以整班朋友一起 很沒時間限制 沒什麼拘束 可能有家人就問一些 其實有時候不適合你 你也會去過家 因為真的沒有地方 大家一起搭錢出去 搭的士都比Joy的Party Room 其實真的 因為Party Room 你經常都要限時 真的要趕頭趕頭趕頭 但我也明白 其實真的會累 這題是獻給 身邊有家裡的朋友 是 說什麼 身邊有家裡的朋友 什麼聲音 身邊有家裡的朋友 什麼獻給那些朋友 獻給自己有頭住家的人的朋友 是啊 跟廣大的朋友 會知道你屋主朋友的實質情況 我就會邀請朋友來的時候 我一定會吸塵 撿屋 輕輕清潔一下 因為我不想家裡 在一個非常混亂的狀態 有朋友見面 你也不舒服 而且又沒有位置坐 又不太好 事前事後都要 事前要準備 你們離開後 坐的士就離開 我們就要吸塵 抹地 前幾天才有朋友上來打火鍋 然後我才說 真的有朋友上來 家裡比沒有人更乾淨 平時我一個月才買一次地 正常有同理心的人 你也會覺得有朋友上來 是不是想大家舒服一點 對 想提供一個舒服一點的空間 給大家玩 聊聊天 吃飯 你亂租租 你自己也不舒服 不要說朋友 最重要的心態 不是說屋主的心態 是朋友的心態 應該怎樣調整 譬如我們去人家 首先盡量不要弄髒 幫忙收拾東西 真的很好 所以我覺得不太大壓力 其他朋友聽到 如果你有家 為什麼不讓我上來 大家就不要太介意 可能他最近很忙 或者真的很累 完全不想收拾 有時候真的會想 一個人兩個人在家 靜一下 我覺得也不需要 好控制他 那家是他 他決定很正常 就找來那家玩 不需要太苦 其實是開心 但有時候都會有累的時候 所以這個共鳴 希望大家聽得開心 勾起回你們的回憶 我也樂意成為大家的Party 對 開心 常常坐在這裡睡著 眼睡又叫也不去洗澡 不沖點上床睡 坐在椅子睡天窝 你睡天窝 我自己最常有的雜訊 就是沙發和我自己電腦抬椅 你有沒有試過突然之間很眼睡 有 而且那種眼睡 是你覺得我睡完一定會很舒服 晚上我就睡 沒有那麼多 現代人很少一睡就睡著 但那個時刻就是那個時刻 那個時刻就是 你已經醞釀了很久 那個睡耳 突然又一刻了 就不知他有什麼 就立刻做夢了 然後睡醒是非常精神 很少睡完之後 覺得自己可以充電 而通常這些時候睡著了 是可以充電的 你不要騷擾他 他就睡了一整晚 可能真的累了 那一刻 今天可能做事用得神多 或是等下放鬆整個人 等下很放鬆 想睡覺 讓他睡醒 但叫極都不洗澡 先回來洗澡 洗澡後再吃飯 然後又不用噴時間出來洗澡 那吃完飯 就收了這些 就可以回床看電視 這樣就很好 你圓滿解決了你的問題 有時候我媽也會 但我都會醒醒他 進去睡覺 我就不理會他洗不洗澡 因為他又不是跟我睡 不斷出門阿黃 我忘了大家認識我媽媽 忘了大家不認識我媽媽 大家千萬不要去前面那幾條片拍下 你會找到他的蹤影 阿黃是這樣的 即是如果他睡得太久的話 而第二天要上班 其實他是需要你怕醒去 因為其實他不會教鬧鐘睡 對 而且他真的累 人很累 他一邊會睡覺 對人真的很累 不要在他很累的時候 再火上加油 就是吵他又不洗澡 然後他就會拒絕你 我今晚最後很累 寬容一點 沒有其他解控法 由得他 由得他 他睡覺而已 最重要是快樂 我已經聽過無數觀眾告訴我們 他看共鳴系列 真的跟另一半吵架 千萬不要 大家看我們吵架就夠了 不是想你吵架 我們其實拍這條片的系列 終止是有一個渠道 讓大家抒發了大家的不滿 然後大家看得到 千萬不要吵架 你應該這樣想 原來不是只有你男朋友或女朋友 有這個問題 其實全部的男女朋友都會有這個問題 你想想世界全部 不分國籍都有這個問題 證明不是他個人的問題 還有想大家有一個覺悟 其實問題一直都在 大家笑完就可以想回 我真的太夜憤怒了 真的少了拍拖 真的在廁所霸太露 真是神虧了 所以我們的影片 主要不是讓你罵對方 而是讓你自己反省自己 對 希望大家 從中有少許得獎 就可以促進兩者的關係 大家不要再吵架了 不要了 希望大家看得開心 還有這些功名 有沒有勾起你的回憶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還有什麼實質的情況 我們今天提到 但你們的情況又是怎樣 很想知道 你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可以在下面討論一下 今集都差不多了 大家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還有更多IG資訊箱 給大家信一下 IG資訊箱 是要錄的 願意好好 拜拜